Hello,Tiger 音樂對於短片來說非常重要 但很多時候我們在剪片的時候 想找一些適合的音樂 往往都不知道在哪裡找到 亦都不知道怎樣找到適合你的音樂 今天就介紹兩個地方 讓大家可以找到一些好的音樂 做一些好的短片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電腦操作畫面看看 首先介紹第一個平台 就叫做Audio Library Audio Library是一個免費的音樂 YouTube Channel 看看它的About 怎樣介紹自己 它自己說跟YouTube完全沒有關係 而且也是免費 給予一些內容創造者 你可以去到他的網站 www.audiolibrary.com.co 其實你在Paylist裡面 按進去 你會看到 它已經很好的幫你分開不同的類型 可能是操作Mood 一些Funky 一些Bright開心的音樂 黑暗音樂 Dark Music 也會操作不同的音樂風格 配合不同的藝人 譬如我現在 短片配合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符合你的短片的風格 譬如你拍鬼片的 當然是有些恐怖的音樂 你拍一些活動的 就想節奏快些 開心些 拍愛情短片或者結婚短片 都是一些浪漫的音樂 所以我們很知道 我們這條片身帶出什麼性格 可以盡量找一些類似的音樂 拍進去試一試 沒有絕對一定 必然是對的 聽多一點 自己問多一點 感受多一點 就會有好的配樂 好 我們先看看畫面 Audio Library 譬如我按進去 我想要一些Funky的音樂 按進去 OK 旁邊有個Playlist 有很多音樂 按進去 其實它這個很好 它已經在Audio Library 把所有的音樂 放在SoundCloud 當我有興趣的時候 我可以按進去 SoundCloud OK 接著就可以有一個 連結出來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下載Funky Funky Funky 這個音樂 如果不對 就繼續在旁邊的Playlist 找一些適合你的音樂 OK 這就是第一個我想要介紹的 Audio Library 都夠玩一排 這個Music Platform 第二個 我同事都之前介紹 一個叫NCS的平台 它有多些電子類型的音樂 看看About那裡說什麼 它都是說跟Youtube沒有關係 但是它是一個獨立的平台 給一些獨立的Content Creator 即是 不是商業用途的製作人 這樣 我們這裡說完 就是說我們禮貌上 當用了音樂 就會在Credit 就是Description那裡 多謝音樂的出處 以及來源 第一 就以示感謝 第二 都是給一些 Credit 大家做音樂的人 OK 這個音樂 跟剛才的大同小異 在Playlist裡面 都分了類 如果我想愛這個Track Music的Playlist 有時候 Youtube還是廣告 沒有辦法 好了 skip了 OK 你會見到 它有一個Spotify的Playlist 也挺好的 另外它有一條下載的連結 你喜歡這個音樂 就可以按下載的連結 下載的連結 下載的影片 試一下音樂 適不適合你的影片的風格 所以 今天就介紹了兩個平台 NCS No Copyright Sounds 這個平台 以及第一個 就是 Audio Library 這個平台 希望這兩個平台 都幫到大家 這段影片 這些音樂 會更加精彩 有問題 可以繼續 在我們 下面的 留言 去問我們 亦都可以 如果你說 我的平台都很棒 亦都不收錢 亦都可以在樓下 分享給那麼多 朋友 甚至你說 我有錢 我想有更棒的音樂平台 亦都可以在下面 或是Inbox 問我們 今天的時間 是這麼多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 分享我們的影片 給你身邊的朋友 希望大家拍片 越來越精彩 這個時間是這麼多 Thank you Hello 再一次多謝大家 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想法 或者甚至是問題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影片 對於你有幫助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按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們可以下次再見 拜拜